要來看是高雄市有一個婦女 曾經這個避孕期之後 想要到達成一月又有新 而且這幾歲是兩億分之一的 同樣的三胞胎 讓醫生跟這個 有新的婦女都覺得真的是痛苦 不過現在他們要決定來接受 聽說要送給他們的大禮物 曾經避孕期一算一月有新 而且是同樣的三胞胎 合作醫生三十多年的 虎三科醫生也覺得很一月 同樣是一名三十四歲的媽媽 已經有一名六歲的女兒 幾天前到虎三科科醫生 所以醫外發生有新 而且是非常犯規的同樣三胞胎 以前進一步改歲 因為細胞分裂是相守 同樣三胞胎的紀律比同樣四胞胎 更小 差不多九二一分之一 而且也沒有發生有第四四胞胞 確定是同樣一半分裂作三胞胎 告入到無所謂的安全 會提早在那三十五週左右 就進行行善 那三胞胎大部分大概是三十五左右 三胞胎的懷孕風險就是 第一個怕早產 第二個就是說怕小孩子的養分不夠 就是比較嬌小 目前三胞胎已經十五週 一切都很正常 媽媽帶來的避孕室也拿出來 對於鄉鄉來到的三胞胎小名 爸爸媽媽一開始雖然跟我情義過 最後也是決定接受提供八胎三個禮物 每年一月他們這三個小孩出事 記者李秀蘭 創民好 各位廣播得 如果女士忽畢都會對於形態 下次再臨時留下 兒子問一問 請坐下